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劇团的表演和电影很不同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独一无二 无得NG 而当中有价值的资料 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保留 除了上一节讲到的文献之外 对于一个劇团来说 其实戏服和道具都同样重要 但是量这么多 又应该如何保留呢? 现代人喜欢用手机拍照 拍爆一部手机 改变另一部就简单了 不过如果你喜欢存文化艺术品 存满一间屋 可能要换一间大屋 这个仓库其实收藏了多少件服装呢? 我们没有正式的统计 不过都必定是过万件的 过万件的 很厉害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部分的衣服 这里是放不完 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租了一个 葵涌的一个仓 都放了我们有一部分的衣服 还在里面 这些衣服是手机装的 这个翅膀也挺特别 可以介绍一下吗? 是 其实这个翅膀 就是刚刚我们 在香港大会堂 出现的一个舞台剧 一开场的时候 第一个演员出场 他就在观众席里面 以一个飞行的人 揹着这对翅膀 上去舞台上 所以所有观众 其实就是见证这个翅膀 穿过他们去到舞台 还有什么特色的服装 可以介绍给我们呢? 都可以多说一点点 譬如我们现在身后 有一些我们展示了的衣服 因为剧团一个年度 其实做超过十个制作 可能有个戏 可能是超过一百件的戏服 但我们不会所有戏服 都真的新做 或者是新奶 先去考虑 做仓里面会有些适合 可以再用的 这样可能会经过一些 混合和配搭 可能我们就会再在 之后一些新的制作 即它会出现 举一些例子 譬如说这条橙色的 好像晚妆那样的裙 其实这条裙 它的首演的时间 其实就是在2004年 我们画剧团做了一个 制作叫做家庭作业 走到亮相 去到2019年 我们画剧团 再做了另一个制作 叫做愚梦之梦 可能有一些较浪费的角色 那设计师就觉得 可能这件衣服 在那个角色上面 他都适合用到这件衣服 可能就会挑选了这件衣服 再重新去用 但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 例如accessory的配搭 例如之前是 首演的时候 可能这个空前的位 是一条丝巾 就是再重用的时候 放另一个accessory 它就可以 是的 它又再可以复活 今次推动两个剧团开仓 参观的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 香港分会 是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核下的团体 最近他们更加在香港 举行国际研讨会 就保存艺术文化的典藏 推动表演艺术传承 加强戏剧工作者 以及评论人之间的 学术文化交流 其实保存作品 服装道具 这个过程这种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对剧团来说 最大的困难 相信就是空间 譬如中英剧团为例 他们都在他们的一个 古迹的办公室里面 辟了一个很小的地方 去做他们的文献室 虽然有这样的空间 但其实他们本身 也有很多不同的限制 譬如因为是古迹的关系 所以不能够很大幅度去改装 但因为没办法 在这个空间里面 只能够这样去到运作的时候 他们都尽他们的能力 去到用有限的资源 去做他们的整传工作 所以其实对香港的艺团来说 空间和资源 还有人才 都是他们面对的很大的挑战 那保存这些作品 对于公众来说 意义又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这些作品 好像已经是过去的作品了 过去的演出了 和我还有什么关系呢 香港我们文化 或者戏剧文化 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演期很短 我多时候制作的生命 或者作品的生命 都是非常短暂 我们怎样可以将这些作品的生命 可以延长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记录 而且有一个都很重要的使命 其实记录的整传 和他们能够再被使用 也是可以帮助到那个 譬如未来的观众 或者是未来的创作人 可以透过这些的记录 去硕理我们香港 剧场文化的历史 和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什么的创作 这些的创意 其实都很值得 被之后的朋友去继续分享和使用 经常说找工作难 其实打工一样难 要懂得做事又要懂得做人 如何去应对上司 或者跟同事相处等等 都是一门学问 是呀… 这些东西学校又不会教 都要靠自己 慢慢累积经验去学习 对于SEN的学生来说 就更加困难了 对于有特殊学习需要的青年人来说 离开校园、走入社会 可能要让平常人面对更多挑战和困难 有智力推动共荣就业的社福机构 就为了这班年轻人提供工作实习平台 帮助他们解决就业上的困难 今年23岁的洛恩 属于自闭症类群障碍患者 现在在大学就读社会学系 曾经在主题公园和便利店打工 莱恩,你觉得外面一般的雇主 和社会大众 会否对有特殊学习需要的青年 都有存在误解 其实我觉得现在 比以前好很多 尤其是因为十多年前 开始有推广SEN教育 令大众更加知道 有这一类型的青年 可能需要帮助或协助 甚至会有一些人士 会主动去认识 我们这些SEN的学生 我作为SEN学生的这些情况 就是觉得 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和他们更加讲一些想法 去消除这些误解 而香港耀蓝协会 打造实习平台的目标 就是希望透过工作情景 实习训练和职前培训 令到SEN青年掌握最新的工作技能 紧贴市场需要 我们会提供不同的职场 涵索的活动 以及一些职前培训 给他们的 另外我们也会提供一些 实习配对的计划 给他们的 因为SEN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看不到 他们一旦回了主流的工作上 上班的话 其实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计的 我们就透过这个实习的平台 就让他们去试一下 上班其实是什么 和体验一次 令到他们真的上班的时候 就更加顺利 除了之外 我们的计划不是支援青年人 我们也会支援家长 我们会提供很多不同的 或者是小组 给家长知道 例如现在的市场的需要 是什么 市场资讯是什么 令到他们在 支援他们的子女的时候 会更加有信心 我们也会去支援一些雇主 因为很多时候雇主 或者他们的公司 未必对SEN的朋友 有一些认识 所以我们也会去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机构 去讲一些话 再去分享他们的特性 以及如何跟他们 在工作上的合作 因为SEN的朋友 未必很了解自己的专长 或者是强项 所以刚才说 透过一些释前探索 或者一些培训 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能力 或者他们的一些兴趣 再加上实习 他真的去做过 觉得这件事真的适合自己 对于他们的未来去找工作 或者是发展他们的 生涯规划方面 就更加有帮助 这个实习模擬训练中心 主要是给参加者透过环境装置 和各种器具 进行工作评估和训练 制定个人工作调色策略 而洛恩也曾经在中心 参与职前培训 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擬公司 就是帮助我们的会员 去训练他们上班的情况 让他们更容易适应 究竟上班的情况 会是怎么样 亦都可能会进行一些工作训练 就是可能会放一些文件 或者是可能学习 如何和其他同事相处的技巧 都会在这里进行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是可以帮助一些 SEN需要的学生的小道具 譬如这个就是几年前很流行的 减压式 就是让他们可以按一下 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舒缓压力 可能有些情况 他们是容易比较紧张的 这样可以令他们不容易焦虑 可以融入到一个工作环境 另外还有这个掃 就是它是可以训练感官的刺激 感官比较敏感的人 就可以用这个来减压 而感官比较没有那么强 可能甚至怕和别人接触 那些可以用这个来训练 去习惯和别人身体的接触 透过实习平台 扩复参加者的职业视野之余 基确亦期望可以加深商界伙伴 大专院校以及社会大众 对SEN青年的理解 因为他们有时候 未必是了解职场的一些前规则 或者他们未必可以很擅长地表达自己 所以在沟通上 会容易被人觉得他们有些古怪 造成一些不同的文会 除此之外 他们在周困功能上 都会比较弱 周困功能是说他们去计划一些东西 去达到一些目标 所以他们在一些时间的安排 或者是一些 靈活变通方面相对上会弱些 他们的感官调节方面 都会有些不同的 他们可能会过吻 或者是低吻 过吻的意思就是 例如有些声音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滋扰的 所以如果他们在很多人的工作環境里 去工作的话 他们的工作表现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计划 不单单是社工的 还有临才心理学家 治疗师 研语治疗师 夸专业团队的合作 希望支援他们在不同方面的困难 另一部分 其实可能有些雇主 根本都没有听过什么是SCN 我们都会透过这个实习计划 去提升他们的意欲 因为对于雇主来说 其实他们没有很大的损失 在这个实习计划里面 他们多一个人能资源 他们又不需要有金钱去聘请他们 所以这样的模式 其实都提升了雇主的意欲 当他们拼请完 觉得不错 他们就会继续去拼请 变为一个正式员工 只要大家多给些包容 任何人一样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 发挥所长, 贡献社会 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的好人好事 或者奇人其事 都可以报料给我们 欢迎大家WhatsApp到6896-0931 明天继续一线搜查 关于体检的推销电话 相信不少人都有收过 利益医疗中心的总经理说 对方用这个手法call call 已经一段时间 如果你想当给了钱之后 他们会安排你去另一间中心做体检 但埋单的时候 往往会被客参死之余 还花多一大笔钱 关注民生一线搜查